Hello,大家好,我是淑儿,只讲你全网最真实的恋爱干货,让你少走感情弯路。 如果我没有猜错,作为一名中国的感情,在硬质教育和传统文化影响之下,你的成长环境极度缺乏社交生活,更缺乏恋爱经验。 所以,在感情上面,你倾向于自我压抑内敛,不敢表达,我兄弟表达,你不如心事,而失去了男人拥有的血腥和冲劲。 所以,今天你会遇到恋爱问题,就像我见过99%的男人一样,当你被案情挫败,借酒消愁,郁郁寡欢,就失去了一个男人拥有的惊奇神。 你的生活和事业,也会因此受到很严重的影响。 但幸运的是,你最终找到我,脱单也可以通过学习实现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研究发现了,很多,一腔真心的男生,却得不到女神的青睐。 规定节点还是太直。 今天我们就来聊了一下,直男撩妹的七宗岁。 第一点,展示面邋遢,占你30.2%。 试想啊,你是个妹子。 单看,这两个人每天的日常状态,你愿意认识聊天。 更何况,很多男生可能还不如劣质的这位反名叫反。 兄弟,还没开始聊,你就输了,你甘心吗? 很多时候,我们会忽略她。 不会因为她不重要,而是因为,我们没有意识到她的重要。 作为女生,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,如果二选一,一定会是第二个。 不会别的,最起码,第二个男生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情绪。 但是,这样的男生相处起来啊,不会太差。 第二,无下线跪舔,活该你单身,占你24.4%。 甜狗门儿,秉承着,精神所致,坚实为开的,庆年。 他们坚信着,坚守着,努力着。 舍己为人,自己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。 他们只记着,张爱玲说的,遇见你,我变得很低很低,低到尘埃里。 但我内心是欢喜的,并在那里开出一个花来。 但是他们忘记了,会让你感到卑微的人,从来都不爱你。 第三,聊天只不自嗨,活该你单身。 占比11.6%。 不过聊天有两个极端,一是,三棍子打不出一句话,二是,不给别人留一点空隙。 这两种,不管是哪一种,都能对方,无限分白眼,最终结尾以,我去洗澡了,而无解而终。 很多兄弟可能,当时干这事的时候啊,自己都没意识到,可能,被我这样,再拉出来,才显得特别突兀。 这就像两人一起做某件事情,你摆出来一副,全都交给我,你看着就行了。 这样的聊天妹子会有参与感吗? 第四,说话太直,活该你单身。 占比13.5%。 说话直啊,等于情状低,等于美女朋友。 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,他们经常会打着对你好的口号,说出来那些让你难过生气的事情。 无话说得好,其所不欲,故事于人。 同样在感情中,也有很多的男生。 说话不经过大脑,有成说什么,得罪人了,自己都不知道。 第五,妹子稍微给点信号,就急不可耐,活该你单身,占比9.8%。 这是很多男生都会犯的错误之一。 当你这个像李,释放了好感信号的时候,就恨不得马上更进一步。 他一回复你的消息,你就恨不得马上跟他多聊几句。 他一跟你多聊几句,你就恨不得马上跟他出来。 他一跟你出来,你就恨不得马上牵他的手。 他一牵你的手,你就恨不得马上拥抱他。 然后你就别拉黑了。 讲得真啊,这个是需要过程的。 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。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还会烫着嘴。 表白可以说是恋爱中最甜蜜的时刻了,两个相爱的人互相表露爱意。 从此开始,疯狂虐狗的行为,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,表白这件事,除非两人互相喜欢,这样才能够圆满大结局。 如果对方对你没有任何感觉,那么等待你的就是24K太坏金好人卡。 第七,金虫上脑,表丝,粉色,尽显,活该你单身。 占比3.8%。 如果说上面6种都可以说是情商不够,后天加以训练学习就可以得到爱情。 但是这种可以说是女生最最最最最最最凡凡的行为。 不要说跟你发好人卡了,很有可能会直接拉黑删除的。 也许你是一个好男人,一个踏实,本分的老实人。 一个暖男,也许你各方面条件也还说得多去。 最开始的时候,我们所有人都是恋爱小白,几年之后,有的人成为了恋爱达人,而有的人还是一张白纸。 这并不是说你比别人笨,只是你把别人用来谈恋爱的时间用到其他地方。 当别人比你优秀的时候,你会给自己找各种借口,阻碍自己的成长。 我很笨,我怕报名之后还是学不会,我镜子条件差,怕妹子知道了之后看不出我。 我觉得自己长得不帅,没信心,跟妹子聊天。 直男是爱情中的傻子,是女人发明嘲笑爱情白痴的专属名词。 我知道每个兄弟,内心深处都不想被扣上这样的帽子。 花一百块钱请他喝咖啡,花两百块钱给他买可彤,花一千块钱给他准备盛大的告白。 却不肯学习如何提升自己,让自己更有魅力。 应对这样的情感问题,这个就是直男。 如果你在感情面前总是受伤失败,你想要提高自己的恋爱技巧,想要摆脱单身或者挽回的话。 对于恋爱,即便你现在一无所知,迷茫困惑,那么也不要恐惧,因为学习可以让你成长。 添加网络信号CCXT668,解决你的情感难题。